生命是一连串学习的过程 唯有不放弃任何机会的勇敢去实践 才能自我提升与成长 生活日常 庞福是无所不在的实境教室 每天都有不同的机遇 而认真过生活则有如在教室中填写人生考卷 最重要的意义是从中学习及提升心性自我成长 这就是老天爷给我们出的考题 有道士活到老 学到老 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这本书非常热销 甚至被改拍成电影搬上大荧幕 内容描述在游乐场工作的艾迪 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而丧命 死后到了天堂 遇到曾经在她生命中出现的五个人 有的人只是匆匆过客 但是每一个人的出现 都是一个让艾迪学习的机会 第一个学习展现事情的一体两面 第二个学习世间是男时全是美 有时必须有所牺牲 第三个学习宽恕 第四因艾迪丧气后郁郁寡欢 妻子的事是让她学习放下 第五个是教艾迪体悟 每一个人活着都有它存在意义 学习重视生命宝贵 生命中没有任何偶然 人生经历的大小是包罗万象 而生命中每一个人 是不出现都有学习的价值 学习珍惜健康 在人生中 健康是最大的资产 失去了健康就等同于失去了一切 那么 要想让身体保持最佳状况 均衡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 以及正常的生活习惯 都是关键 年轻力壮实 通常不把恶业当一回事 短暂的暴饮暴食 也不会怎么样 但当年纪大时 这些疏忽账 统统来向身体讨债 一旦健康亮红灯 就悔恨莫及了 所以 珍惜并拥有健康的身体 享受人生才有意义 还有 珍惜每一个关心自己的人 人海茫茫 能相识 相知 都是缘分 俗话云 由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我们总是在追求新的东西 却忽视了身边 最应该珍惜的人 是 物 生命短暂 人生无常 很多是错过了 很难再重来 因此 请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 珍惜身边的人 不要让自己内心 留下遗憾 学习相信自己 最后一堂课 是全球畅销书 也是YouTube最受欢迎影片 深刻影响很多读者的人生观 作者兰迪鲍许 Randy Parch 是一位大学教授 年仅48岁就离哀去世 他这一生 努力实践天马行空的儿时梦想 体验无重力状态 赢得超大型龙毛玩偶 NFL球员 国家美式足球 当星际旗航 Star Trek的库克船长 写百科全书 以及成为迪士尼工程师 虽然未能如愿进入NFL 可是逐梦过程是收获丰硕 Randy鼓励学生怀抱梦想 并尽力达成 一路走来或许看看可可 也许还有别人很多意见阻挠干扰 他鼓励学生 要坚持梦想 学习相信自己做得到 永远不要放弃生命中前进的动力 学习回归纯真心灵 有钱能买到快乐吗 台湾人民平均所得是不丹的20倍 可是我们认为自己过得很快乐吗 但相较于97%的不丹人民 他们都认为自己过得很快乐 不需要豪宅 不需要名车 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糊口 而感到知足常乐 他们重视分享 互相帮助 生活淳朴简约 却是心灵富足 还有 南太平洋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国 叫万纳杜·拉乌奥特 由83个大小岛屿组成 因为国土小 人口也很少 大约只有20万人 但是却是英国快乐星球指数 在2006年 2010年快乐排名冠军的国家 当地人都认为自己很快乐 万纳杜没有犯罪 没有纷争 没有性别歧视 没有社会地位标签 街头巷尾左邻右舍彼此熟识 大家就像一家人 日常一捕鱼 种果树 饲养家畜赖以为生 每天孩子们嬉笑欢闹 大人们工作于侠 聊天说笑 个性单纯 乐于分享 胸襟开阔 不拘小节 万纳度 弥漫浓浓人情味 快乐的关键 不在于所得收入多寡 不在于物欲满足 而是一种内心修为 过去的台湾农业社会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便手知足 借油 借言 家家户户和乐融融 回归自然 回归人性的最初衷 最难能可贵是保有一颗纯真的心 这才是心灵最大的财富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分享